开局一个智能手机老婆全靠见 这是我见过最爽的龙傲天了 一不小心被雷劈一死 反而和神明成了忘年交 冬夜因为神明老头的骚操作 年仅15岁就光荣丧生 为了弥补 神明告诉他可以让他复活 只不过是复活的另一个世界 而且可以允许他带一样东西 冬夜好脾气的问神明 带智能手机行不行 神明不仅同意 还把手机改造成了能用魔力充电的状态 然后赋予了冬夜最强的身体 就把他送往了一世界 冬夜刚落地就接到了神明的电话 说是手机上的地图 指南针都已经改成了这个世界的 只要摇着地图走就能到城镇 冬夜一边走 一边思考如何在这里谋生 只是想着带手机 忘了把钱兑换成这个世界的货币了 就在这时一辆马车驶过 车上的爱尔泽耶一看见冬夜就激动的跑过来 他是服装店的老板 他一眼就看上了冬夜身上款式新奇帅气的校服 请求冬夜一定要把衣服卖给他 甚至连里面穿的小短裤都不放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老变态呢 就这样冬夜收获了一世界的第一桶金 还白嫖了一身衣服 他离开服装店开始找旅馆 却在巷子里看到几个大男人在欺负两个妹子 他们买了妹子的东西 又以瑕疵品为由不愿意给钱 还不愿意把东西还回去 说白了就是两个强盗 冬夜进去 新闻妹子愿不愿意把那玩儿一金币的价格卖给自己 对方同意后 直接捡起地上的一枚石块将东西砸烂 又轻松将两个盗贼制服 并把金币给了妹子们 长头发的是姐姐艾尔泽 短头发的是妹妹林泽 作为回报 他们将冬夜带去了自己住的旅馆 刚开局就收两个妹子 不愧是带着外瓜穿越的龙袄天冬夜 第二天 三人一起去冒险制工会注册 组队接了个委托 冬夜尴尬地发现 自己虽然听得懂一世界的语言 但他不认识字 贼妹俩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而且他们两人都可以使用魔法 再加上冬夜飘悍的身体能力 三个人轻松制服了五头一脚狼 得到了十八米铜币作为报酬 拿到钱后 冬夜不好意思地请妹子们交自己认识 二则推荐了妹妹林泽 不过除了认识以外 冬夜还想去魔法 两人便测了一下他的魔法适应性 林泽掏出一堆各种属性的魔石 只要魔石能对冬夜体内的魔力做出反应 就说明他体内拥有该魔法属性的适应性 晚晚没想到 冬夜居然有全属性魔法适应性 看来申明说给他一副最强的身体 不仅仅只体魄 除了六种基础属性 还有一些特殊的无属性魔法 比如阿尔泽的身体强化 其他的还有强化肌肉 瞬间移动的魔法 果然不出意外 这些无属性魔法冬夜也能用 当场就开了个传送门 只要是去过一字的地方都能再回去 这里就是他当时狩猎魔物到过的森林 阿尔泽和林泽见状也挤过来看 冬夜出去后 看到两个被卡在门里的美少女 瞬间小点通行 也不知道产生了一些什么联想 回到旅馆后 亲爱小姐姐带了隔壁咖啡厅的服务员过来 想问一下 他们这些旅人有没有什么推陈的料理 隔壁咖啡厅想推出新菜单 比如甜品之类的女性比较喜欢的东西 冬夜一听 那肯定得是可力饼和冰淇淋了 而一世界是没有这两样东西的 冬夜便掏出手机 搜索了冰淇淋的制作方法 成品出来后 在场的妹子们一尝 全都敬畏天人 这天三人去接了去王都送信的委托 其实冬夜本来是不愿意的 看了无数届转生题材作品的他 更想去打史莱姆 但是俩姐妹都说 史莱姆这种软绵绵湿沙沙的生物很讨厌 而前那些东西还会融化衣服 冬夜小脸通黄 脑海中已经不自觉地浮现了画面 按道一声遗憾 还是老老实实跟着姐妹送信去了 三人歇脚在一桌层镇 正准备找家餐厅吃饭 就看到一群壮汉的欺负一个美少女 这情况似曾相识 肯定又是神明送来的后宫 冬夜果断上前英雄救美 趁着姐妹来之前拉着美少女就跑 这个妹子名叫九重 正在进行无者修行 得知对方弄丢了路费 三人便请他吃了顿饭 发现九重还是个吃货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饭票 九重自然要和他们同行 冬夜看着所剩不多的钱包有些担心 这会不会连餐费都不够啊 好在九重是个老司机 他们便将驾车的工作交给了他 冬夜则抽空学习那些无属性魔法 但是无属性魔法一般都是个人魔法 比较厉害的 人家都不愿意拿出来分享 能被记录下来的都是一些激烈东西 什么把头发变成利犬 让自己受到田狗欢迎 还有让茶叶梗竖起来之类的 不过冬夜还是发现了几个比较有用的 比如把远处的小物件移动到手里的魔法 他慕念咒语尝试了一下 把九重的发带给移了过来 成功倒是成功了 可姐妹俩立马就对他产生了戒心 因为冬夜下一秒就毫无自觉的感慨 用了这个魔法 是不是连内裤也能移动啊 艾尔泽和林泽立马远离这个死变态 紧接着冬夜又看到短时间内 让周围摩擦力急剧下症的魔法 以及探知魔法 深知他什么尿情的艾尔泽好心提醒了一句 可别用来偷窥啊 冬夜为自己的不被信任感到委屈 这时他突然嗅到了空气中的血型味 众人连忙赶过去一看 是一群蜥蜴魔物 林泽魔法控场 艾尔泽和九重近身搏斗 冬夜在一旁打辅助 让摩擦力消失的魔法令蜥蜴跌倒 再有九重补刀 警员很快将蜥蜴怪解决 连领头的魔法师都对冬夜的滑岛魔法无能为力 战斗结束后 众人听到了马车里的哭声 里面的小洛丽请求他们救救自己的管家爷爷 管家的胸口已经中了一箭 而且箭头已经断在里面了 冬夜便用移动魔法将箭头移出来 再立马施展治愈魔法 老爷子瞬间被那活蹦乱跳 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这位是公爵家的管家 那个小洛丽更是公爵的女儿 国王的侄女苏西 他们也要去王都 刚好顺路 管家便委托他们护送苏西 到了公爵家后 几个没见识的人就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几十个女仆恭恭敬敬地站在红毯两边欢迎他们 更离谱的是 公爵大人上来就给冬夜跪下了 这是为了感谢他救了自己的女儿 公爵还邀请他们喝茶 通过交谈 冬夜还得知公爵的妻子五年前失明了 原本苏西的祖父会一种特殊魔法 可以除去身体异常 但祖父已经去世了 这次苏西出门也是为了弄明白这个魔法 想要学成 但他们都知道 无数性魔法是个人魔法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使用相同的魔法 三个妹子一听这不是巧了吗 冬夜就是可以使用所有魔法的奇人呢 反正对他们来说 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冬夜便学了一下这个魔法 把手放在公爵夫人眼睛上这么一盖 拿开后 那失去高光的眼睛瞬间恢复了身材 这波可是卖了公爵一个大人情 为了表示感谢 公爵直接送了冬夜四十枚白金币 而一枚白金币等于十枚金币 埃尔泽端茶的手微微颤抖 冬夜赶紧的心里换算 这四十枚白金币就相当于四千万日元呢 来了一趟王都瞬间就成了千万富翁 这还没完 公爵又拿出来四枚公爵加令牌 有了这个 所有关卡都可以不用检查就能通过 还能使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设施 告别公爵 又把送信的委托完成后 冬夜和姐妹俩打算回到小镇 问九冲有什么打算 结果九冲开口就来了句 我要把自己送给你 另外两个妹子立马就慌了 可恶居然被抢先 不过九冲又赶紧解释 他只是被冬夜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想要继续跟他一起旅行而已 有了公爵给的钱之后 冬夜和妹子就不再靠委托谋生了 天天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还帮助一对失散的兽人小姐妹团圆 为了打发时间 冬夜甚至搞了一副将棋 结果他自己没几盘 反倒是被旅馆的老板大叔天天霸占着棋盘 还让冬夜再给他做一副送给隔壁老王 这时 二则和九冲带着辛辛苦苦买到的甜品回来 给前代小姐姐和林泽一人留一个后 剩下的让冬夜送给公爵一家 反正他要传送魔法很方便 公爵一家对这个名叫蛋糕卷的甜品赞不绝口 冬夜当即表示 可以把做法交给他们的厨师 不然按照苏西的性子 他岂不是天天得抛腿 接着冬夜又给公爵做了一副将棋 带着公爵杀了几怕后对方彻底沉迷 无聊的苏西就在旁边挑起冬夜 小小年纪就让冬夜无力招架 以后可了得 到了深夜苏西都睡着了 公爵大人还拉着冬夜依依不舍 不想让他离开 好不容易摆脱了公爵 冬夜一副身体被掏空那样子 感觉以后再也不想下降起了 就这样无所事事几天后 冬夜觉得还是得去接委托 不然大家都要废掉了 再加上他新搞到的帅气长风衣 据说可以加强自身所持有属性的耐心 对于冬夜这个挂臂来说 就又是另一个开挂的存在了 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试验一下 并提议去讨伐巨型史莱姆 果然这个变态还没有死心 他甚至已经脑补了一些不得了的画面 可惜被妹子们一致否定 最后只能去讨伐乌头骑士 一就是九重和爱尔泽夫的进展 两人将乌头骑士逼退后 冬夜立即指挥林泽使用冰冻魔法将其冻住 紧接着自己在虚空中召唤了几个魔法阵 里面瞬间涌出了巫术光枪 把乌头骑士炸成了刺猬 对方就此陨落 完成了委托后 几人还不愿意离开 因为据说这里是以前的王都 说不定会有什么王的密室 冬夜便用探知魔法感受了一下 发现瓦砾下面还真的有什么东西 林泽上前一个红莲爆破将地面炸了入口 主人推开发现 这里居然是一个地下迷宫 他们还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些不认识的文字 冬夜当即掏出手机拍了个照 还在墙壁上发现一个图属性宝石 在上的人只有冬夜有图属性魔法的适应性 力所大人的由他来开启 结果冬夜回头一看 三个妹子全都躲得远远的 冬夜无奈地将魔力注入魔石 没想到开门的地方就在妹子们身后 严尘瞬间弥远看来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入口 主人走进去 发现一个被灰尘掩盖的巨大物体 擦掉灰尘 一一可见里面是透明的 而且这东西似乎能吸收光 突然里面亮起了红光 冬夜他们顿觉不妙 这玩意不会是活的吧 下一秒 一阵狂风席卷而来 那东西深深的灰尘全部垂落 露出了他原本的面目 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虫 身上的几条腿还清晰可见 冬夜立即展开传送门 让妹子们先跑 终于在对方彻底一变前 圈圆逃到了外面 可没想到那只魔物居然追了出来 林泽立即施展火焰魔法 但火焰就被对方迅速吸收 九重的刀也只能在那坚硬的外壳上面 留下浅浅的划痕 艾尔泽的拳头就更没用了 直接把自己给震了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是冬夜的滑倒魔法最有用 像蜘蛛一样的魔物一走一滑 林泽也受到启发 在魔物前行的轨迹上攻 凝聚了一大块冰块 等他抵朝天滑的冰块 正下方再砸下去 无力小腿乱蹬的时候 艾尔泽趁机冲上前一脚踹上去 不仅将冰块踹裂 那魔物的几条腿也尽数断开 然而就在众人松了口气的时候 对方的腿居然又再生了 而且还会无限延长 瞬间延伸过来插入艾尔泽胸口 冬夜立即让林泽和九重掩护 自己则去为艾尔泽治疗 他注意到魔物体内的红光 就连毒一把 利用移动魔法将那块魔盒拿了出来 随即艾尔泽一拳将其击碎 果然失去了魔盒的魔物也随之融化 结束后 众人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公爵大人 那个迷宫在战斗中已经被他们给毁了 好在冬夜当时拍了照片 公爵并请他们将那些文字抄入一番 或许可以解开几千年前的迁都之谜 紧接着 公爵告诉了冬夜一个不幸的消息 国王就连中毒了 去王公的路上 公爵将大概情况说了一下 下头的应该是 反对于受人王国贸易来往的贵族们 一旦国王有什么意外 王位将由他唯一的女儿 尤米娜公主继承 那么谁能娶尤米娜公主 谁就能掌握实权 公爵希望冬夜 又叫他哥 两人刚到王宫 把鲁萨伯爵就告诉他们 自己已经抓到了凶手 正是那个受人王国的使臣 公爵才不信他 坚持要再给国王裁冬夜又觉得 那个又矮又胖的伯爵很讨厌 在他下楼的时候使了个坏 此时国王的房间正守着一群人 突然公爵带着一个少年走了进来 而冬夜一个魔法 就把病入高荒的国王给治好了 瞬间俘获了在场的两个妹子 一个是尤米娜公主 另一个是宫廷魔法师 两个人都对冬夜青睐有加 比起热烈大胆的魔法师 尤米娜只是羞涩地问冬夜 介不介意年纪比他小的 旁边国王和公爵也在讨论下族的事情 他们召见了隔壁书人王国的使者 没想到还是冬夜的老书人 就是上次帮他们团圆那对姐妹中的姐姐 美女有难怎么能不帮 冬夜去了案发现场用魔法搜索有毒物品 立马就明明是怎么回事 让侍卫把当时载上的所有人都喊过来 巴鲁萨伯爵一看的国王平安巫师 立马额头冒冷汗 偏偏这时候冬夜指着他们说犯人就在他们之中 既然如此 那就把当时的情景再重演一遍 国王是喝了受人失职的酒才中毒的 冬夜准备了一瓶没有毒的酒 先给将军倒了一杯证明真的没毒 然后又倒进了国王当时用的杯子 但是因为国王大病出狱不能喝酒 就由巴鲁萨伯爵带牢 冬夜不由分说将酒强行倒进了伯爵嘴里 巴鲁萨伯爵慌张求救 啊我中毒了快救救我 明明将军已经验证过酒里没毒 为什么巴鲁萨伯爵还觉得自己中毒了呢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毒其实在酒杯上 冬夜告诉众人 他早就感知到毒是被涂抹在了国王的杯子上 巴鲁萨伯爵的反应足以证明 他就是真正的下毒之人 而杯口的毒其实早就被冬夜擦去了 不但拯救了国王还查明了真凶 冬夜这番操作让尤米娜公主当场决定白给 他立即向父王母后请求要和冬夜结婚 万万没想到 这位位高权重的父母 居然毫不在意冬夜身份来历不明 只因他们知道尤米娜有一双可以洞悉本性的魔眼 她自己选的人肯定不会错 想必冬夜肯定是一个善良的大好人吧 冬夜找了各种理由 就是没有直接拒绝对方 最终决定先订婚 等两年后再谈结婚的事情 毕竟公主现在还小才12岁 冬夜面上装上很哭闹的样子 心里不知道有多美滋滋呢 一回到房间就接到了神病老头打来的电话 老爷子知道他订婚的消息 也知道冬夜肯定放不下另外几个后宫 便安慰他 放心这个世界一夫多妻制是很正常的 就这样尤米娜搬到旅馆和冬夜他们一起生活了 艾斯尔他们听说冬夜跟公主订婚的事情 脸上的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 尤米娜也知道冬夜跟这几个女人的关系危险 还故意当他们面管冬夜叫老公 甚至决定以后就由她和冬夜生的孩子继承王位 为了和冬夜培养感情 尤米娜还交了冒行者小队 这天他们一起去猎杀人猿王 尤米娜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公主 开局就召唤出一群银狼让他们去前面探路 将人员逼出来后众人各显身通 三两下就将整个人员族群彻底解决 冬夜对尤米娜的召唤魔法很感兴趣 就让他教了自己 没想到第一次就召唤出了最高级别的召唤兽白虎 但只是召唤出来还不行 还需要签订契约 白虎要求看看冬夜魔力的质量 如果质量不够或者质量不行 他是不会让他做主人的 结果冬夜一把手放上白虎的头 这小老虎就爽得头皮发麻 而其余的证明就是赐予召唤手名字 冬夜给白虎取名琥珀 然后希望他能变个形象 不然跟着出去在镇上逛街也太拉风了 会引起围观的 白虎一听立马变成了小猫大小的可爱模样 被几个毛绒控妹子争相蹂躏 冬夜终于接到了自己最想起的委托 调查史莱姆研究人员所在的城堡 看到妹子们都一副无精打采 不愿意干活的样子 冬夜义正言辞 难道你们就想放着整天不惯的村民不管吗 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说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冒险者吗 话虽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众人到达了城堡 这里果然到处都是史莱姆 他们还翻转了当年那些研究人员留下的资料 上面记录了各种史莱姆的特性 把资料收起来后 众人遇到了能溶解衣服的绿色史莱姆 四个妹子都被史莱姆包围 只有冬夜被虎泊拉了一把 冬夜就眼睁着看着妹子们身上的衣服渐渐消失 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救他们 然后才开了个传送门把他们带了回来 眼前这秀色可参的一幕 让冬夜在心里直呼勾地叫不 紧接着他们又在城堡里看到了几顿裸体雕像 冬夜敏锐地察觉到 那些雕像的欧派好像在动 便上手直接摸了一把 下一秒欧派滑了下来 落地就变成了史莱姆 只是那些研究人员搞出来的欧派史莱姆 就喜欢附在欧派上隐藏自己 并且最喜欢贫胸 说着那群史莱姆就朝优米娜冲了过来 气得优米娜直接用魔法将他们粉碎 穿过走廊主人又来到一个房间 里面只剩下一具尸体 应该是当时的研究员 旁边还有一本笔记 上面写着男人的终极梦想 冬夜看完口还不慎理解 直到面前缓缓出现了几个人形史莱姆 美子们立马捂住她的眼睛不准看 最后还一把火烧了这个城堡 真是可惜了那些史莱姆呀 结束后 湖泊提出想去人类的城镇看一看 冬夜被淡她去了 街上碰到了一个跟妈妈走散的小女孩 冬夜用探知魔法感受了一下 但范围太大 她没有找到小女孩的妈妈 这时的灵机一动 在手机上搜索了妈妈的位置 居然真的找到了 九重听完冬夜的解释 得知这台手机 可以找到全世界的任何东西 便想让冬夜帮她找一下哥哥 因为她从家里出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很久没见哥哥有些想念 说了家里建筑的特征后 冬夜搜索了一下 发现九重的哥哥 正在跟人切磋 九重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还露出了怀念的表情 告诉冬夜 自己的兄长既强大又温柔 他最喜欢哥哥了 还说冬夜和他很像 所以他也喜欢冬夜 这话一出口就不对劲 想解释这种喜欢 并不是对哥哥的那种喜欢 但是再解释 就未免有些此地无音三百两了 九重只能拼命进食 掩饰自己的慌乱 冬夜回到房间 开始研究手机的其他功能 发现这玩意居然还能透视 一不小心就看到林泽正在换衣服 换完衣服的林泽 刚好来冬夜房间找他 说自己今天收了个魔法卷轴 上面的古代魔法语 只能解读一部分 冬夜便用魔法 给他做了个可以自动翻译的眼镜 林泽戴上眼镜 果然全都能看懂了 请求冬夜跟他一起练魔法 可是无论重复多少遍 他都没能成功 还把魔力给耗尽了 冬夜便将自己的魔力 转移给了林泽 还提醒他 可以想象一下咒语所描述的画面 这一次林泽终于成功了 并立刻就运用在了狩猎战中 只不过猎物太阴 把艾尔泽的手套给震碎了 冬夜只好带他去王渡买新的 还顺便买了漂亮的新衣服 送给艾尔泽当礼物 不过礼物这种东西 不患寡而患不均 冬夜只能答应另外三个人 也带他们去买 这时王公进来信 顺便让冬夜参加宴会 为了答谢冬夜上次救下国王 国王还要封他绝位 冬夜实在不想要 国王只能给这个未来的女婿 封了一栋大别墅 作为他和女儿未来的婚房 万万没想到 小伙的居然把另外三个后宫 也给带进去了 更没想到的是 有米娜居然甘愿和别的女人 分享冬夜 说着一群人纷纷跑开 冬夜一脸懵逼的留在原地 咋回事啊 你们四个人我都很喜欢呀 米娜桑都是我的翅膀 就这样 冬夜和后宫们 终于可以不用再住旅馆了 从此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国王甚至把自己的管家 都借来给他用 没过几天 公爵就带着女儿前来做客 上来就调侃冬夜 不声不响就跟公主订婚了 要不干脆你连我女儿一起娶了吧 冬夜拒绝三连 我不是我没有 你别瞎说 不过公爵过来 也是有正事要干的 但告诉冬夜 国王已经决定 和隔壁的兽人王国结盟了 两国国王需要亲自进行一场会谈 并决定由他们的国王 前往兽人王国 可是路透太凶险 所以公爵大人希望 冬夜先去一趟兽人王国 设个传送门 到时候直接把国王传送过也就行了 冬夜和后宫们 就踏入了 前往兽人王国的道路 使者和妹妹也跟他们一起 再加上王国派来的护卫们 晚上一行人扎音休息 突然每一双女 察觉到有气息传来 冬夜在手机上查了一下 一共发现28个强盗 将他们一一锁定后 对着手机屏幕施展屏蔽魔法 强盗们连目标面都没见到就倒下了 收拾强盗的时候 冬夜他们还一察觉到 黄毛侍卫对兽人使者有意思 果然第二天到达城镇后 黄毛和冬夜在尤敏娜的助攻下 还特意给兽人使者买了礼物 优明娜有些恨铁不成钢 为什么对别人的感情就这么敏锐 就是察觉不到他自己呢 这天晚上 众人居然遇到了一头龙 而龙前往的方向是附近一个村子 为了拯救村子 冬夜和林泽两个魔法师立即追了上去 将龙引到村子外面的树林上空 冬夜用低配版的王之宝库将龙射了下来 林泽想趁机用水刃攻击 没想到被对方一个甩头躲开了 紧接着龙张开大口 冬夜察觉到他的动作 立马公主抱起林泽撤开 躲过了那团火焰 这时阿尔泽和九冲也赶了过来 但他们没办法破龙的防 冬夜被让九冲和阿尔泽帮自己争取时间 又让林泽在自己面前竖起一道冰墙 并安排活泼保护林泽 冬夜用魔法将冰墙化作了一面突面镜 又让无数圣枪穿过突面镜 轨距成一大束光枪将龙击穿 那条龙终于倒下 结果下一秒又来了一条 不过这头龙是能说人话的 而且是对冬夜他们道歉的 本来是想把他带回去的 既然已经被冬夜收拾了 那就算了 而且火泼用命令的语气 让赤龙告诉仓地好好管教自己的眷属 赤龙一看到火泼惊呆了 神兽白地大人居然臣服一个人类 他对冬夜的态度更加恭敬 立马从天上下来 保证以后这种事绝不再发生 第二天冬夜是在尤米娜腿上苏醒的 剩下三个后宫只能吃闷醋 没办法 实际上他们剪刀师都不输了呢 冬夜把龙的尸体给了村民们 村民们得知冬夜的武器被损坏 便将一颗龙牙给了他 以及从龙眼中挖出的一把匕首 冬夜看到匕首才确定 昨晚去世有人帮他 琥珀也说 在树上感受到两个外然的气息 不过不管对方是谁 总归是对他们没有恶意的 冬夜只是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很快众人来到了瘦人王国的王宫 尤米娜公主将父亲的亲笔书信 递给了瘦人国王 对方表示这种事情稍后再说 他现在只想跟打败了龙的勇士冬夜 来干上一架 一旁的大臣悄悄告诉冬夜 他们家国王就这么好战 希望冬夜能给他点颜色悄悄 这可真是个大忠臣呢 于是冬夜上了一个花岛魔法 直接将军 瘦人王国不服气 勒令冬夜不许再用这个魔法 光明正大的打一架 冬夜只好当场学了 瘦人国王的顺移魔法 两个人开始在场上拟坠无赶 最终还是冬夜祭告一筹再次将军 晚上瘦人国王为他们举办了宴会 大家都换上了当地风格的衣服 看到这幅养眼的画面 冬夜忍不住偷出手机开拍 瘦人国王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 冬夜解释这是他无数性魔法的一种 可以把当时的场面记录并保存下来 说着就把刚刚的照片打印了出来 瘦人王国很感兴趣 冬夜只能老是当个工具人大拍特拍 好不容易从宴会逃出来休息一下 突然发现有个小东西鬼鬼祟祟从他身旁路过 小熊将冬夜带进了一个房间 里面只有一个白毛美少女 这个妹子自我介绍 是精灵族的组长萧林 小林可是正儿八经的合法罗利 别看林显晓 其实他已经六百多岁了 他听说了冬夜屠龙的事情 对他很感兴趣 交谈过后 还发现冬夜拥有全属性魔法适应性 是个名副七世的天才 便提出要收他当徒弟 冬夜说什么也不同意 连忙逃回自己的房间 睡了一觉后灵机一动 用昨晚小林那里学着的魔法 以龙牙为材料做了把枪 还答应给后宫们一人演来一把 让他们自己跳权款式 接着三人一起上街吃饭 冬夜再次察觉到有人跟踪他们 让琥珀去定位之后 把优美娜和林泽支开 就去跟两位跟踪者打了个招呼 掀开面罩后 发现是两个妹子 原来这两人是国王暗中派来保护公主的 那把飞刀也是其中一个妹子射的 接出误会后 冬夜放过了他们 并保证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优美娜 他们也将继续暗中保护 设好传送门 国王亲自过来和兽人王国会谈 冬夜他们也功成身腿退回了大别墅 那两个女安卫才被安排做了女仆 这样也能继续保护公主 到家美美睡了一觉 冬夜迷迷糊糊想去浴室洗澡 一推开门立刻清醒了 四个美少女衣冠不整的出现在她面前 虽然说她们都是冬夜的后宫 但这种事情毕竟是要循序渐进的 冬夜只能跪下听讯 现在已经不需要天天去冒陷着 工会里接任务陌生了 冬夜幸诊来了 居然开始坐起了自行车 公居大人一眼就迷上了这玩意儿 后宫们也各自要了一辆 徐日徐日就开始争风吃醋起来 硬生生把自行车开成了碰碰车 公居还请求冬夜再帮苏西也做一辆 冬夜自然答应 只不过材料用光了 只能上街去买材料 结果又在巷子里碰到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孩 历时总是惊人的相似 冬夜偷出手枪就给他们一人一枪 然后就听到了小孩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便只被请着孩子吃饭 没想到小孩帽子掉了 露出一头秀丽的长发 原来是个可爱的小萝莉 小萝莉名叫雷妮 父母双王只能流浪 冬夜必邀请她来自己家工作 从此家里又多了一个漂亮小女仆 之前冬夜带着三个妹子来兽人王国逛街 在路上遇到了使者和黄猫侍卫 几人偷偷跟踪想吃瓜 还偶遇了从王国里出来散心的兽人国王 货王也加入了他们的跟踪队伍 在几人的助攻之下 使者和黄猫侍卫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没想到回家后 上次的妖精组长小林居然找上门来了 他听说冬夜以前打败过一只水晶魔物 好巧不巧 前几天他也遇见了 虽然形态不一样 但可以判断是相似的物种 而小林带人打败的那只 是从天空中突然出现的裂缝中掉下来的 他给众人讲了一个恶魔的传说 这个恶魔就是半透明的 并且在世间作乱 听上去他们遇见的水晶魔物 很可能和这个恶魔有关 不过这件事并不是小林过来的目的 他听说冬夜又有传送魔法 想用这个魔法和一个能读取他内心的魔法相结合 这样就能穿越到对方去过的地方了 小林希望冬夜带自己去一个名叫一系的地方 说那里有一个古代一记 他很想调查一下 刚好现场就有一个故乡是一系的人 冬夜便读取了九重的记忆 将众人一起带了过去 小林不知道一记的位置 九重便提出可以问一下他的父亲 到了城镇之后 冬夜发现这里和日本江户很是相似 不管是村主还是房屋建筑 结果到了九重家才知道 他们领地和别的领地开战了 九重父亲现在正在前线呢 众人便来到了战场 看这战况简直就是一边倒啊 而九重所在的领地就是战败房 但是冬夜注意到 敌方军队似乎有点不对劲 他们便去找九重的哥哥询问一下情况 还顺便帮士兵们留了下伤 哥哥告诉他们 那些戴着鬼面具的人应该早就死了才对 不知道为什么却还能一直行动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打碎面具 见多诗光的小林知道 这应该是某种魔法道具 而且还是古代的文明遗产 还说冬夜手上的智能手机也是古代产物 不过这都不重要 冬夜身体力行 让这群人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实力 一个AOE群法就把所有敌军全部消灭 但他们从领主那里得知 这个亡灵军团是对方的黑暗军师 山本丸柱率领的 山本一直躲在大本营里出不来 如果不把始作用者干掉 那些亡灵军团迟早会卷土冲来 这是一名叫小春的忍者现身 小春是敌方五天四天王的部下 众人德才得知 原来五天四天王已经被山本给控制了 小春希望他们能救救五天一族 反正冬夜他们是必须要打败山本的 顺便救一下五天一族也无不可 当天晚上 冬夜小春和小岭三人来到了小树林 没想到山本居然设立的结界 冬夜的传送魔法不管用了 小岭便用了隐形魔法 让自己个冬夜都隐了心 还换心耳的对着小春上一下其手 然后把锅推到冬夜身上 他们先潜入地牢 把被囚禁的三个天王救了出来 这次前往山本所在的阴地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山本居然把他们的主攻也变成了鬼灭人 三个天王无法对主攻动手 关键时刻还是冬夜直接开枪 而山本也露出了眼里泛着红光的宝玉 他就是用这颗宝玉的力量 赋予了鬼灭士兵不死之身 结果下一秒 冬夜就把宝玉给抢了过来 交给小林查看 小林看完随手扔向空中 冬夜一枪就把宝玉给爆了 山本也随之倒下 那些鬼灭人原本就是尸体 自然无法再复生 战争结束后 作为回报 灵主大人告诉他们 那个衣迹在海底 而且他们刚好去过附近的岛上 冬夜便和大叔碰头读取他的记忆 接着众人便随即也传送到了海边 一到大海 他们就拦得找衣迹了 先好好玩一把再说 妹子们身体连泳衣都换上了 冬夜本着这等好事要叫大家一起分享 就把家里的一些妹子全叫了过来 可但没想到 居然连公姐和国王都过来了 他们玩的倒是开心 可怜的冬夜被小林派去做苦力找衣迹入口 找是找到了 但是以他的废活量只能看到入口根本进不去 他们也没有能在水下自由活动的魔法 这时琥珀告诉冬夜 有一个能操控一切水的旋帝 应该可以解决他的烦恼 适合琥珀同等级的神兽 冬夜便尝试召唤旋帝 旋帝居然是一条水蛇和一只大乌龟 水蛇倒是很自来熟 不过大乌龟只提出了签订契约的条件 冬夜必须和他们战斗 如果日落之前还能四肢健全的话 就和他签订契约 小四论起打架 冬夜还没怕过谁呢 总之就是让对方无限滑倒就可以了 滑得晕头转向 最终只能老老实实的认住签订契约 冬夜依旧给他们取了名字 分别叫黑药和珊瑚 本来准备立刻下水的 但妹子们没有冬夜很寂寞 他只好先去陪后宫们玩一下 大家追着冬夜询问谁穿泳衣最好看 冬夜纠结来纠结去的回答居然是苏西 深吃的尿性的妹子立马又怀疑的目光看着冬夜 好你个变态 冬夜立马想要解释 暴露了他就是个罗利控的事实 最后还是正宫尤比娜出来打圆场 表示相信冬夜 玩了一天后终于要干正事了 冬夜带着玄地一个人下水探情况 进入遗迹大厅发现一个魔法阵 刚站上去注入魔力 就被传送到一片花园 还走过来一个绿头发的妹子 这个妹子介绍 是这个巴比伦空中花园的终端弗朗西斯卡 因为是AI 所以对宇宙很不在意 甚至下面都是空无一物的 冬夜的眼神根本就无处安放 为了不让冬夜为难 弗朗西斯卡只能穿上裤子 然后带他参观了这座花园 建造花园的是卡巴比伦博士 也是终端的创造者 没错 面前这个妹子 其实是魔法生命体和机械的融合 不知道那个魔士都教了他些什么 见到冬夜 动不动就先裙子问他有没有需求 弗朗西斯卡告诉冬夜 这有跟博士一样的 可以使用全手机魔法的人 才能启动那个魔法阵 而5000年前 博士就决定将他们移交 给能穿过魔法阵的人 初次见面时 弗朗西斯卡没穿裤子 其实也是对冬夜的一种考验 如果他对妹子做了过分的事情 就会被立马丢出去 因为博士希望新的主人 也能好好对待他 冬夜过来的时间太长了 便将妹子免医病叫了过来 后宫们一看 这他一会儿没见 怎么冬夜又和他们搞了个姐妹回来 而且弗朗西斯卡还竟说一些 让人想歪的话 什么冬夜大人看到了他的内裤 于是他决定把身心都奉献给他 以后他就是他的主人 冬夜有口难言 只能被迫承受妹子们的怒火 紧接着大家一起的花园散步 优米娜趁这个机会 叫住姐妹俩和九重三人 问他们上次那件事 考虑的怎么样了 原来四人之前 就已经在别墅里聊过 优米娜以正功的姿态告诉三人 自己并不准备独占冬夜 也看出来 他们三个都对冬夜有意思 既然如此 那就大家一起成为冬夜的新娘吧 当时三个人还不肯承认 但最近这段时间 既然吃肉的表现 足以证明优米娜没有看错 于是他再一次提出这件事 另一边 冬夜和小林他们则在谈论正事 小林本来想着能在一级里 找几个古代魔法就够了 不过这里并没有什么武器或者魔法 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空中花园而已 而且弗朗西斯卡告诉他们 当时博士一共建造了九个宣伏道 除了这座花园 还有图书馆 研究所 炼金塔仓库等等 不过他和别的终端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上了 小林只能放弃去图书馆看看了 众人准备离开 弗朗西斯卡也想跟冬夜一起走 表示这里改成自动模式就可以了 当然在那之前 冬夜需要先完成花园的认主 而认主的方式就是和弗朗西斯卡波波 众后宫就眼睁着看着冬夜的初吻 被一个AI夺走 林则终于忍不上去了 也跟着A了上去 先表白后腔吻 冬夜现在还不想做决断 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带众人回家 结果晚上 优米娜又来到她的房间 还没和身为未婚妻的优米娜接住 就先亲了其他女人 冬夜也觉得不好意思 并将自己的第一次主动亲吻给了优米娜 优米娜问她有没有讨厌林则 冬夜连忙否认 表示自己其实很喜欢她 没想到下一秒林则就在房间现身 她本以为自己强迫冬夜会被嫌弃 冬夜赶紧上前安慰 优米娜也表示 自己并不介意她娶第二第三个妻子 于是冬夜光明正大的阻拥右抱 还给两人一人一个晚安稳 这还没完 第二天一大早 她又被阿尔泽和林则叫走 这两人的表白方式居然是战斗 把冬夜坐爬在小脸通红的告诉她 其实我们喜欢你了 接着优米娜和林则也走了过来 原本被这么多妹子包围 冬夜应该感到高兴的 可她却逃到了空中花园 对弗朗西斯卡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她并不是不喜欢那些女孩子 只是觉得自己无法负担起身为丈夫的责任 这时弗朗西斯卡告诉她 昨天博士给她发了个信息 晚晚没想到 博士居然是个大美女 而且还知道冬夜的名字 她告诉冬夜 自己可以窥视未来 也看到了冬夜和伙伴们的冒险经历 但有一段是看不到的 因为被那个半透明的恶魔给破坏了 但是突然有一天又可以看到的 那些恶魔也消失了 所以博士只是想告诉冬夜 她的遗产就是为她而留下的 让她拿去随便用 冬夜本来想问问博士 他看到的未来自己 究竟是和哪个妹子在一起了 可博士已经挂断了电话 冬夜只能去找神明老爷子 老爷子表示 我都单身到这把年纪了 爱慕能助我 不过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他的烦恼 于是他把恋爱神叫了过来 恋爱神的建议就是 反正你跟每一个妹子都两情相悦 那跟他们所有人在一起不就得了 冬夜被这么一番开解 终于下定了决心 把优米娜他们叫了过来 真实地表示 自己以后会和他们结婚的 只不过现在他还无法 掀起是因为丈夫的责任 所以希望他们能等一等 至于以后是不是只有这四个 那还得问一下窗户外面的那几位了